每日最新关键是 城市向前行 早安你好我是德财 早安我是Brian宁 我国近期有不少的 这个新冠肺炎新增病例呢 其实都是源自于 从海外回国的一些人士 说上但是林慕尤丁呢 他就表示说 政府将会加重 违令者的一个刑罚 同时间不排除 将会重新的强制 这些回国的人士呢 一定要入住隔离中心的 那因此呢 就是自从 是因为这个 从7月7号开始呢 有四个感染群 是涉及了 从海外回国的人士 也就是沙拉越呢 总共这个感染群 是有三宗 然后马六甲呢 有五宗 邓家楼三宗 还有吉隆坡两宗 所以他就认为说 所有人都不能够掉以轻心啊 因为大家不希望 这个病例再一次的飙升 就导致 政府呢 是必须要重新的 恢复新管令 听到重新恢复这个新管令 我觉得大家脸都绿了吧 所以慕尤丁就说 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政府将会再安置 从海外回国的公民呢 入住这个隔离中心 以便更有效地 控制这个输入的病例 而且呢 执法的部分 也会更加地严厉哦 政府也会 也许会考虑 以更重的这个刑罚 来惩处 这些违反的条例者 所以慕尤丁就提醒 那些所有回国的人士 必须要自律地住在家里 完成14天的这个隔离 而且呢 隔离期间 必须要禁止外出 然后跟家人分开 住在不同的房间的 另外也必须使用 MySajadera的 这个手机应用程式 来评估自身的 这个健康的状况 如果出现症状的话呢 马上就要去 禀报邻近的卫生局 没错 所以卫生部呢 将会根据1988年 传染病的这个预防 还有控制法令 第15括号1条文呢 就会对这些回国者啊 发出14天的居家隔离令 同时间呢 就要求每一个隔离者呢 要下载MySajadera的 手机应用程序 来强制佩戴 这一个隔离手环 并且在隔离结束前的 第13天呢 要进行最后的一个检测 当然我们看到说 这是国家的部分啦 就是如果 有一些西马的朋友们呢 可能他们从国外回来的话呢 基本上他们在居家隔离 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可能是有沙拉越人 要回来到沙拉越的话呢 他从吉隆坡 他进入到吉隆坡的时候 是不需要接受这个隔离 中心的强制性隔离的 他回来到沙拉越的时候呢 就要在酒店进行隔离 这是我们沙拉越 一直以来都有的一个程序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呢 昨天也证实了 就是多加了另外一条的 这一个政策 也就是为了遏止 州内的疫情肆虐呢 我们看到入境沙拉越的 标准作业程序 已经有所变动了 是 根据这个 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拿多尔摩 道格拉斯的这个说法呢 也就是从即日起 所有从国外入境 沙拉越的人士 无论你是我们的公民 或者是非公民都好 都务必再进入 马来西亚前三天 接受这个RTPCR 也就是 事实聚合霉炼反应的 这个检测 此外呢 这些人是在抵达 沙拉越的时候 都必须前往指定的 这个隔离中心 接受强制隔离 长达14天的 那道格拉斯就表示说 有关措施 也是跟随联邦政府的 一个决定 而且呢 沙拉越政府 也坚信有关的 这个方法 会有效地 遏止这个病毒 那包括再次出现 更多的输入性病毒的 当然我相信 这个政策呢 主要就是因为 我们古今 近期呢 真的是出现太多的 一些感染群了 所以现在基本上 是有双重把关 第一就是 你在国外的时候呢 三天前 你要回来之前 就一定要接受 这个PCR检测了 回来之后呢 进入到 入境到沙拉越的时候呢 还是要在酒店 进行强制隔离 14天的 那主要就是为了 保护我们沙拉越人民 都不会因此 受到感染了 道格拉斯呢 在昨天的新闻 发布会当中 对于这样子的 一个决定 他本身也感到 非常的抱歉 他说 必须要再次的更改 所有的这些 标准作业程序呢 他也觉得 确实是有点麻烦 但是只不过 他认为说 这是保护人民的 最佳方案之一 所以大家 所以他还是非常希望说 全民是能够 给予一个配合的 因为这几天 沙拉越这边呢 确诊病例 也没有再断过 虽然是昨天 只有一宗 但是他也是 持续的出现了 所以我们的政府 没有办法啦 就再加多一条 这样子的一个 强制性的一个条例 那希望就是说 大家能够做好 自己本身的 这个防疫措施 希望接下来政府 不会有更多 强制性的一个措施 来迫使我们去 做完这些 我们自动自发 去完成它就好了 当然这里呢 也要跟你说一声 722沙拉月日快乐 待会呢 可以去关注 我们的这个直播 九点钟的直播 再往前 再往前 再往往前 đi 吧